这是刮胡子的毛巾 这是擦脚的 这是擦脸的 这是擦那个的 这是擦那个的 这两天这衬衣出名了 就是这个外套 我夏天不爱穿衣服 老光榜子 有一个好读者 他不攻击我 他给我快递了两件 说你好歹 真丝的 我这辈子就没穿过真丝的东西 都知道凯撒穿真丝的 凯撒那是红的 红的是鲜血凝结的那个颜色 我这两天下雨 这都湿了 公家让我把相机交回去 交之前我就赶紧把我相机 借给小孩们 让小孩们知道 照相机 所谓的专业的照相机 什么样 可是小孩粗心 我们老说胆大心细 小孩现在都胆大 但心不细 我刚才就看那个相机 相机你都知道 有三角架吧 三角架叫吹拍的 吹拍的三角架 这是最小的三角架 最小的三角架 大的三角架得拧得很紧 而且大的三角架底下有一个内角的东西 是热靴嘛 就这个东西 你看这孩子还回来了 还回来结果带着这个 这不是新花蛇的 而且这小孩手尖打 拧得特紧 拧得特紧我都打不开 我得用扳子都拧变形了 就这么一下 这是一个 这是小孩自己的三角架 这一个三角架也不少钱呢 这样的意大利三角架得三千到五千 他就把一个这样 这玩意得好几百 这个还是 他手劲太大 小男孩 小男孩手劲大 我这老头子 不拿班子都拧不开 所以又说回了 小男孩千万注意 你手劲太大 而且这么大 动物凶猛正好就是 王硕说的动物凶猛的年龄 动物凶猛的年龄 基本是teenager 美国叫teenager 就13岁到18岁 你还没长成人呢 但你的身体 你的荷尔蒙是发育的最快的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你胆特大 你什么都不拎 所以千万不要伤咒自己 也不要伤咒别人 就是你跟你最喜欢的女朋友亲热的时候 都不要用力过猛 因为你这会劲儿太大 至于发生了冲突跟你哥们 更是千万不要暴力解决 编作军被逮的时候 文革那时候他上初二 就是13岁14岁 劲儿大 他第一次打架就拿刀把人给砍了 因为人家来欺负他们家 所以胆大是必要的 但一定要心细 不然的话就这俩东西 好几百块钱 不是好几百块钱 好几千块钱的三脚价就废了 所以胆大 更注意心细 每次离开一个场地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搜索 丢些没丢些东西 每次开展事之前 一定要数数 1234567890 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 我传播的是公共知识 我们这公共知识是坏事 但是我传播的是公众知识 teenager 尤其主义 胆大 还要心细 原来我上学时候 一老师讲过一故事 就是胆大和心细的故事 他说 那个 上解剖课 屁大 屁大 就是屁king 大 油腻 油腻 窝嗦 油腻窝嗦 屁大 上解剖课 是我女朋友给我讲的 拿出一死尸 解剖 福尔玛林里 泡着 我不是生不息的 我没看 我女朋友是生不息的 他说你老师 拿出一手指 说你看这屁股没有 这屁股上这洞 握一下手指 扑的就捅进去了 拿出来 揉一口 谁敢 一个小伙子站起来 我敢 拿起手指 扑就戳进去了 你敢揉吗 他揉一块 老师说 你这孩子 就是胆大而不欣喜 你刚才不认真听讲 你没看见老师 拿这手插的 说的是这个手指 胆大 欣喜